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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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最近的詞演唱 由各位家庭 各位夜庭的朋友 早上好 先說明一下 本來是我們楊宗盛洋院 是要參加今天這個論壇 但是他已經是有名的安排 所以委託我 來給大家對我們之前做的相關工作 做了一個介紹 總會好 明天晚上回應 首先說呢 我們遼寧通永航空年紀院 是國內先戰來說 應該是唯一搞這個電動載人 固定營飛機的 剛才徐市長在介紹產生當中呢 就說到電動飛機的事 是好 我也就是 還是覺得有點小小的自豪化 看到用了一張 我們瑞翔軍機的圖片 確實 施航斯 和明澳飛方向 對我們 瑞翔軍機 這些人的支持 是很大的 我今天的匯報說明呢 主要幫忙七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在今天這個場合 沒必要破了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搞電動 環境的壓力啊 包括這個技術的發達 而且咱們是一個電動輪胎 而且有這麼多國內國外的業界朋友 咱們整個電動航空的項目去統計嘛 現在應該差不多有將近200 大多數都還分布在歐美 比較這種通常化工比較發達的 從我們的實踐經驗來講 說我們在發展電動飛機過程當中呢 其實遇到了幾個技術問題 第一個呢 是這個 氣流布局論 要針對電池機系統 對傳統的這種通用飛機 在氣流布局上 作為一些 優化和感性 從氣流布局上來講呢 從其中一旋融合的布局 從其中一旋融合的布局 包括這種傳統的行在這生意的布局 包括這種傳統的行在這生意的布局 也包括咱們現在的這個 水之水降 包括無人機 採用的了多的這種春故事 包括不懸疑 另外一個呢 比較關鍵的技術難免呢 就是高耗公眾里面的電天性系統 因為整個電天性系統來說 對於電動飛機 是一個最關鍵的核心技術 同時呢 對於通用飛機來講 包括現在這個電動機 整個功能效能 包括電池的能量品來說 飛機的本身的重量 也是非常明淡的一個要素 就是在這種鋪隔材料結構設計 優化和改進方面做的一些工作 另外呢 對於整個電動飛機的能源系統 實際上在這兒提出了兩種 一種呢是出雲鋪電池的 另外一種呢 是氫燃料和鋪電池 就是我們也可以稱之為廣告動力吧 再次呢是對我們鹽院的一個自然情況簡單做的介紹 鹽院呢成立於2012年 是兩根省的省屬水專隊 第一座水陽豪文化大學成立 專門治理於通用航空的產業 包括技術的發展 在我們羊燃市 擔任航校期間 演員成立的 演員 演員的院長呢 也是由羊燃市 來擔任我們的首位院長 從我們歷史情報來說呢 首先在做了友人機之前 實際上還做了兩個無人機 一個是氫燃料電池的 一個是零電池的 作為一個技術的驗證 在此基礎上我們發展出來 我們最早的一個原型機 是2013年實現的首飛 那就是我們這個RXEE形飛機 看來主要的土層呢 首先說結構 機身 機翼 唯一 那就是比較傳統的布局 另外呢 採用了全氫燃煤複合成量的節奏 來減減重展 另外呢 從操縱系統上 也是採用比較傳統的方式 採用這種專高掌線形式 在整個電池燃系統呢 主要是有四個主要的核心部分 第一段呢 是電池 然後控制器 電池組 還有綜合顯示器 這是我們對電動飛機 這個原型的做的一些 總結性的尺度 主要是包括線紙活材料 包括這個電動飛機的 這種天生的屬性 包括環保的屬性 包括這個 微型放風電 文藝的後期維護 使用成本比較劇烈 目前呢 我們瑞翔系列的電動飛機呢 已經取得了 當時的設計批准書 型號設計批准書 是2015年的2月 也是跟咱們 民航局東北局做了很多積極的探索 在世界上也是第一個通過局方認證的 純電動的分析 同年12月份呢 取得的生產性 目前呢 有大概14架的飛機 在它們三個省份和增值區域的領域 在此基礎上呢 因為主要它是原型機率的技術 不是很成熟 包括能量秘密也比較低 只能飛45分鐘到9小時 所以我們在此基礎上呢 又發展完了RXE-A型分析 它的需要的時間呢 現在來說的話 可以達到2.5小時 這是最大的 實際上有效的時間 可以達到2個小時 RXE-A型機器呢 也是於2018年的10月19號 通過了12廠商店 取得了型號客戶 同時呢 今年4月份 取得了生產區戶 已經開始生產交付 另外呢 我們把我們整個 主要審訊機器的10號審訊 我給各位做個介紹 我們的審訊基礎呢 還是CAC的21部審訊程序 使用的方式呢 是以AACPMO標準為主 因爲現在 從剛才徐市長 介紹的過程當中 實際上咱們 在銀行法規定的這個動作上 現有的規範 還是主要針對那種燃油車動 對於電動 還是存在一個摸索 特色的一段 在審訊過程中呢 我們主要是針對這種 節奏 或者很多境遇事件 包括體格架 計算機器 做了也安全帶 還有電機安裝架 這是比較傳統的 另外呢 在其實比較特殊的一個 就是我們在這個動力電池 試行方面 做了一些工作 然後是聯合我們 蘑菇麗 電池營運營 共同對這個 離離子的電動力電池 進行密切的調整和規範的探索 我們的電池認證呢 總共是做了24項試驗 包括充電試驗 包括低溫容量試驗 充電能力的時間 也是在這個表情列車 這也是跟局方多次換好 最後列出來的這麼一個新端 2014年的10月份 我們在原選機器 做了那個試行審訊的試飛工作 也是用那個孔翔老師 在這個警方的試驗檐 就是對我們的飛機 反覆也還是比較好 最終呢 是經過了平方的審查目的實驗 包括審查會議 最終是在2015年的2月 為我們的原選機 頒發了型號設計許可 其實後來我們這個 R&E-A型的整個設計過程呢 基本上類似 也是因為有之前這個鋪墊和基礎 所以也就不在於另外做介紹 從試行方面呢 其實我們想針對我們這個電動飛機 對軍方提供一些建議 所以我們也是挑出來一個例子 就是說局方今天年初發布的一個 為出擊飛機能夠使用 能夠應用於這種商場培訓的 裏面對於出擊飛機另外一些條件 最大的這個條件呢 實際上我們現在這個電動飛機是 是有一些條件是無法實現的 包括這個 航程 航時 具體到說那個 包括聯繫功率的這個巡航速度等等 從我們的技術方案上來看呢 實際上我們現在的R&E-A型飛機呢 實際上陪得有這個軟路板 可以用這個操縱角度來代替去 這個巡航現在要求的建議 另外從航程航水上呢 我們現在已經實踐了兩個小時 就是希望局方還是 也是能夠考慮到這個電動飛機 就是那種特殊性 對於電動飛機 咱們說叫通俗一點講 就是往開裡面嘛 另外一個巡航速度的話 其實跟傳統的運動飛機是差多的 測風呢 從我們做實驗的具體結果上來說呢 最大的測風是六米 不管無形的敵方體 文件也要得到七米那條的這個速度 但是從實際使用上 我們覺得七米那條的測風 對我們的飛機也沒有影響 希望也是局方能夠中方考慮 我們實際飛機的情況 能夠對電動飛機做一些偏離 或者是讓步 能夠讓我們的電動飛機 能得到更好更多的應用 真正讓我們的電動航空熱起來 用起來 從沿線整個的型號 包括技術發展上 對於後續的有一些展望 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我們用現在的雙座 涼衣型機和增能型飛機 技術的改裝 改裝整個水上飛機 今年在防護 推進大會期間呢 也實現了首飛 另外呢是今年 應該說是去年 去年突然航空軟之後 啟動了四座飛機 這是一款二十三部的飛機 四座飛機相對於原來的兩座飛機 最大的汽車重量 從原來的五百公斤 增加到一千三百公斤 我們設計平衡速度 達到了兩百公斤的高 在這裏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四座飛機 也是過程中的 應該說是一點小小的進展吧 這裏我們四座飛機首架 飛機的一個地面華寶的視頻 這個還沒有在這個渠道 或者是場合不開過 所以在地面測試它的 插車和轉彎的線 好 我們同時呢 也有最新的技能 現在我們這個 這輛最新呢 已經在沈陽法庫的 拆空機場 服裝完畢 下午我們要進行 滑跑和投飛 另外呢 就是 之前 對於 整個電動力系統的一個設想 從 現在 鋰電池的技術發展上來講呢 覺得 短時間之內 還解決不了 這種航程和航程的問題 所以後續呢 是一種 清燃量和鋰電池 混合的動力形式 最後 謝謝大家的臨見 希望 在論壇期間 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 也歡迎大家到沈陽 和我們來 和我們航空研究院 參觀至少 謝謝大家